修行 修行最重要是过程 不是结果 初发心的愿很重要 初发心我们想修行 初发心我们想认识主人 初发心就是佛陀的出现 其实我们经常行山 我们经常享受观看 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脚下 召走禅师有人问他一个问题 What is Buddha? 他说Watch your step 佛陀也走了七步 他一出生 他每一个步骤 去走过这七个莲花 这七朵莲花 首六个莲花代表六道 六道是什么呢 地狱、我、鬼、畜生、人 和阿修罗、天 这些全部都是肉界 我们说的是design world 的东西 到第七步的时候 就是一个解决 所以我都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得太远 疫情来的时候 我们做回疫情的事情 Watch your step Wash your hand 戴个Mask 保持距离 没有这个疫情 什么都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疫情来到 原来很多事情 有planning是做不到的 一个无常来 一个无常来 一个无常是无情 说明无常就是无情 不会跟你讨价还价 一些事实的出现 它不会和我们讨价还价 它一出现的时候 我们如何应对是很重要的 我们学佛 佛弹都提醒我们 其实当我们这个觉性出现的时候 佛陀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已经再次出现了 我们要和它再接触 用我们手上有的 我们的因缘的 我们不需要和人比较 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不是要得到一样东西 而是我们要去感受 我们感受 原来如果我做错一个决定 我是要感受一个失败 失败就是我的感受 所以不需要和人比较 和一些成功的人比较 那是他的感受 他今生来的感受 而且无常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着我们的疫境 或者我们的处境 就是现在每个人 就算现在我们有六十个人 八十个人 甚至全球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 各人的经验 他们需要去感受 但是我们的心态 如何去感受很重要 还有我们的通行 如何去感受 在我们的习惯 就是我们的愿力 我们初发心的愿很重要 初发心我们想修行 初发心我们想认识我们主人 那个初发心就是佛陀的出现 所以在这个初发心里面 我们也受到很多挑战 挑战原来就是给我们经验 不是给我们去埋怨 给我们去逃避 或者去比较 或者去查别人 或者去查自己 或者给我们放任 给我们去任性 那个都是我们的经验 因为到最后 我们所作的一切 都是自己会自受的 而这些事情 做了些事情 10分钟 或者小时 我就让我们来试炼 就像是这样 就像这样 一样 在这个做的 为了 一些 这样 方便